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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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的這個美學裡面 那麼除了在談美的時候 談到這四個環節 接著再來的就是他不是談完美之後 然後就開始對於美進行演繹 如同他在第一批判或者第二批判裡面那樣做的 而是他居然談了另外的一個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翻成叫這個崇高 那麼當然在中文裡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藝名 比如說有些人是把它翻譯成叫壯美 換句話說還是一個美 那麼相對於壯美的那個beautiful 就變優美 那麼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叫偉大 或者類似的字眼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說 在康德這個時候 他已經理解到一點就是 如果美學所研究的 是跟人的感性的這個面向是有關的話 那麼讓人感到感動 你的感性會被他所動 你會被他moved的一個東西 並不是只有美而已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那麼康德把這個另外的東西 稱之為叫sublime 稱之為叫sublime 在德文叫e das e harbner 那麼這個sublime在這個詞 康德這樣使用 但是在康德之前這個近代的美學裡面 我們其實看到的是 幾乎所有的哲學家 文學家 藝術家 都已經看到 那讓人的感性 受到震動的東西 不是只有一個標準 不是只有一種東西 不是只有那種 我們一般稱之為叫做美的東西 而且還有別的 但是他們把這個別的 並不知道要如何的稱呼他 並不知道要如何的稱呼他 所以你就會在這個 近代的這個藝術理論 或者是美學 或者是詩學 這個文藝評論裡面 看到這個幾乎當時 從這個這個十八世紀初以來 幾乎每個人都提出了兩個 兩個不一樣的標準 那我寫在頭影片上面的這詩詩章 就是不同的人給他的一個稱呼 給他一個稱呼 那麼一個最早的一個稱呼方式 就是在我們前這個 在康德之前有一個叫做Laysing 叫來心的一個知識分子 那麼在Laysing的那裡 他開始做詩與畫的一個區別 詩跟畫 就是這個投言篇上面所寫的Panting 跟Poetry 那麼他在那個詩與畫的這個區別裡面 談到兩種不同的特性 他把一種特性稱之為叫詩的特性 而把一種特性稱之為叫做畫 繪畫的這種特性 那麼在他看來 這個跟這個藝術的這個類型 它的一個特質是有關的 譬如說繪畫 他在Laysing的看法 繪畫就是要什麼 就是要很具體 要有一個形象出來 詩呢不見得又需要形象對不對 詩形成的是什麼 某種的意境 形成了某種的意境 那麼當然在古代 一樣的也有詩對不對 也有畫 但是對於Laysing來講 他把他所理解的 比較古代的希臘羅馬這個傳統的 他把他理解為那是畫 是繪畫 是Panting 那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們的輪廓是清楚的 然後造型是優美的 那Laysing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雕刻 這個雕刻 那麼在雕刻的這個雕刻裡面 這個雕刻跟他的兩個兒子 被一條大蟒蛇給纏住了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雕刻 這個雕刻現在在 這個歐洲意大利 這個羅馬裡面的 梵蒂岡的博物館裡面 那麼你看到這個雕像 覺得他還是什麼 是寧靜的 是穩定的 你並不會覺得什麼 就是覺得慌張 覺得恐怖 覺得可怕 相反的他有一種古典的 藝術的一種沉浸的感覺 有那樣的一種感覺 那麼這個 這個表現在 這個以繪畫作為一個典型的 這樣的一個特色裡面 他把它理解為那叫Panting 那麼相對的Poetry則不是這樣 Poetry可以什麼 因為他是用寫的 用寫的可以寫得非常誇張 非常誇張 非常的強烈 非常的這個 超出了一個形象 之外的東西 你都可以寫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金庸的小說對不對 他寫得多麼的精彩 可是呢 把他搬上了舞台 就差很多 那些這個奇門絕技 那些厲害的武功 看起來不過就是什麼 吊著鋼絲在那邊回來回去 大概就直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就是跟金庸所寫的 那樣的一種出神入化 就有一個距離 那麼這個是在這個詩語畫 這個作品裡 Laysing有這樣的一個區別在 有這樣的一個區別在 那麼在跟康德同時期 剛剛我們所聽到的 這個歡樂頌 那首曲子的作者 希勒那裡 他同樣的他則是區別兩種的詩 因為他自己是個詩人 所以他區別了兩種的詩 那麼他區別這兩種詩 他給他兩個來自於法文的形容詞 一種叫做naive naive 那麼一種叫做sentimental 就是sentimental 這兩個字現在在我們的使用裡面 常常有一個負面的意義在 就是你講一個人很難易 就是他太天真了 這個太笨了 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一個sentimental的人則是什麼 太濫情了對不對 動不動就陷入一種憂鬱的情緒 讓人受不了 可是在當時在18世紀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字對於德文來講是 是柏來品是法國過來的字眼 所以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負面的意義在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負面的意義在 那麼這個希勒他自己開始寫詩 那他自己並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這一點是他跟哥德一個很大的區別 這個哥德他這個什麼出生 這個貴族世家 然後這個家境非常好 這個然後受很好的教育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非常的有文采 這個寫出非常好的作品 從這個什麼少年維特的煩惱 那時候就開始寫出非常精彩的作品 那麼這個希勒他不是 他幾乎完全靠著他自己的天賦 然後他後來靠著自己的努力 他甚至因為自己的努力自修 然後後來當了這個 印尼大學的歷史學的這個教授 但是他全部都靠他自己 他全部都靠他自己 然後他的這個身體比較體弱多病 不像這個哥德 哥德身體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說這個人生這個最最什麼 最幸福的大概也就是像哥德那樣的對不對 這個出生好然後健康好身體好對不對 然後喜歡他的女人很多 一生的豔育也有無數之多 然後這個什麼活得很長壽 這個希勒剛好反過來 他只有活了四十幾歲 活了四十幾歲 然後他出生貧寒 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事實上是他被送到這個軍事院校 去念去當軍人 當軍人 那他在那裡面當了一個軍醫 後來他終於離開離開軍隊 然後開始自己自修 然後他開始寫戲劇 那麼他這個 當他開始自己自修開始念書的時候 他很快的就發現 如果我按照古典的標準 那麼我的我寫的戲劇 我寫的詩是非常爛的詩 可是是那麼的受到歡迎 所以當他開始要寫一些理論的時候 他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如何去證成我的詩也算是好的詩 我如何去說我自己的也是一種好的詩 那麼所以他就把詩分成兩種 一種叫naive 一種叫sentimental 然後他說古典的詩 那個按照古代的標準的詩是naive 那麼或者是像哥德的詩是naive 而我所寫的詩是sentimental 我的詩是這種感情非常氾濫的 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種感情的氾濫 或者這種以詩的方式 以非常強烈的抒情的方式的這種表達 其實在當時 就是德國那時候的狂飆運動 來自於這個浪漫主義 其實已經變成了是一個主要的潮流 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潮流 那個古典的標準逐漸的被揚棄了 所以到我們現在幾乎在這個藝術的創作上 已經很少人去談美了 對不對 那麼在當時一個主要的取而代之的 就是這個康德稱之為叫崇高的東西 或者是希勒稱之為叫做sentimental的東西 或者是在Lessin的劃分裡面 那個他稱之為叫做絲這樣的東西 那麼這樣的一個區別 其實這個很早就 我們其實就可以在這個希臘那裡就可以看到 就是希臘人 如果你去讀柏拉圖的 比如說理想國 你會看到柏拉圖它區別了兩種的音樂 一種是Doric的音樂 一種是Ionic的音樂 那麼柏拉圖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 所以他非常的堅持Doric的音樂 那麼他不喜歡Ionic的音樂 所以你會看到柏拉圖在他的這個 理想國的這個文藝檢查的制度裡面 其實就是檢查就是看看這是什麼是Doric的音樂 那麼如果是Ionic的音樂 他就把他擋出理想國 這種音樂是不可以放在這個理想國裡面的 是不可以放在理想國裡面 那麼各位如果在學一些 比如說通識的課程有什麼建築對不對 那麼你事實上也會看到建築的那個柱子 那個希臘的柱子和柱頭對不對 那個柱子的形式 the order 那個柱子的形式 有一種就叫Doric的柱式 一種叫做Ionic的柱式 那麼這個Doric的柱式 跟Ionic的柱式的一個很簡單的區別 就是Doric的柱式是很簡單很樸素很naive的 而Ionic的柱式就比較華麗 就比較華麗 然後Ionic的柱式比較 譬如說那個柱聲的地方是比較細的 而Doric的柱聲是比較粗一點的 這個各位也許在那個什麼 就是在那個一般的那個 我們甚至台大的那個柱子裡面 大概就可以看到這一類的 這個這兩種柱子的區別 那Ionic的這個柱子 差不多一定都有這種螺旋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這個這樣子拉下來 這是兩種不同的柱子的柱頭的部分 柱頭的部分 那Doric的柱頭通常這個柱子頭 然後這些柱聲就一直拉到 這個下面的這個地板的部分了 可是Ionic的這個柱子 它到這個地板的部分 一定又有很華麗的 這個就好像女生要穿著高跟鞋一樣的 一定還有一個這個柱子的頂部 華麗的雕刻 那麼在這個部分則是還有一些重線的雕刻 這個當然這個Doric也有 Doric也有 這不像譬如說這個中式的柱子 中式的柱子它整個柱聲都是光滑的 除非上面有龍鳳盤柱在上面 基本上它不會再做這種凹槽的雕刻 但是這個希臘的柱子都有 那麼這些事實上都可以看到 在希臘的藝術的類型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有兩種的這個類型了 有兩種類型了 那麼很有趣的就是古典的觀點 幾乎都會喜歡這種比較難易比較Doric式的 就我說一個典型就是柏拉圖 那麼事實上在這個東方 在中國你看到也是這樣 就孔子他也是很明顯的 他喜歡某一種的音樂 而不喜歡另外一種音樂 所以他就會說 勿正生之亂雅悅也 對不對 所以顯然的正生跟雅悅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正生跟雅悅一定不一樣 那麼或者孔子在稱讚詩金 他說詩金呢 樂而不飲 哀而不傷 這樣的一種稱讚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稱讚裡面 其實都有一個 所謂的古典的標準在 這個古典的標準就是什麼 就是適度 就是樂 高興 這樣就好 不會 不要到樂而飲 對不對 這個悲傷 這個適度的悲傷 對不對 暗暗的這個隱氣 不是什麼嚎啕大哭 不是到那樣的一個地步 不要到那樣的一個地步 那麼這個正是古典的一個要求 希臘的德性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性 就是節制 對不對 就是節制 節制就是什麼 就是適度就好 達到一個中庸之道 那麼在倫理學上要求中庸之道 事實上他們在這個藝術上面 不管在建築上面 在雕刻 在繪畫上面 其實也都要求的一個適度的比例 所以比例就變成在希臘的藝術裡面 很重要的一項 這是為什麼在希臘的藝術裡面 常常要測量量什麼 其實就是在量這個比例 就是在量這個比例 那麼崇高這個概念 從康德開始 康德很快的就定義崇高 就是它是無限的東西 無限的東西 你知道數學的無限 你知道比例一定要是有限的 兩個數的關係對不對 無限的東西沒有辦法去談比例 因為不敢多少跟無限比 比起來結果都是什麼 都是零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它就沒有辦法去談比例 那美的 美給人家的感覺就是什麼 和諧 和諧就是什麼 適當的比例 美就是適當的比例 可是崇高是一個超出比例的東西 是一個超出比例的東西 但是這個超出比例的東西 它會在你的感性上面 引起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你面對的是無限 所以你會什麼 你會震撼對不對 你會嚇到 你會感到自身的渺小 你會受到這個驚恐 那麼這個是一個完全不能夠稱之為 叫做美的那樣的一種感受 因為美的感受給人家的感覺是 恰恰好 很適當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說美像什麼 紳士或者是淑女對不對 美是像這樣的一種一種情況 那麼相對的崇高 則是一個不成比例的情況 那不成比例的情況 在美的標準來看會變成是醜的 因為它的比例不對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不是說比例差得非常多 像鐘樓怪人對不對 不是比例差得非常多 就是根本就已經沒有辦法去說比例的 因為一個無限性的東西 已經呈顯在那邊了 已經呈顯在那邊了 那麼希臘過去的那個古典的美的標準 其實是非常重視比例的 這一點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出來呢 譬如說當近代這個文藝復興 開始去模仿希臘跟羅馬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達文希 你看達文希所做的 那些留下來的那些手稿 達文希其實他的作品留下來不多 但是他留下非常多的手稿 那些手稿裡面他就會去什麼 量一個人對不對 一個裸體的人 那個構成的幾何圖形 那個方形的部分 以及圓形的部分 以及那裡面的一個比例的關係 那個其實都是在什麼 在模仿回去模仿那個有限的比例關係 然後瞭解在這樣的一個比例關係裡面 怎麼樣達到一個最簡單的和諧 事實上希臘確立了一些 讓我們看到的一個良好的比例的標準 但很奇怪的就是這些良好的比例的標準 居然都是五里數 譬如說黃金分割比 譬如說更號二比更號三比更號五比 以及等等 希臘人常常在他們的這個作品裡面 呈現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麼包括這個巴哈哈他在寫他的這個作品的時候 這個十二平均力 我們稱之為鋼琴的舊約聖經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按照著某種的比例在創作 那麼我們耳朵聽起來會覺得什麼 非常的和諧 非常的和諧 可是在西方就是除了這個希臘 所塑造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美的標準之外 我們看到的就是西方的文化的另外的一個潮流 另外的一個根源 這個根源就是基督宗教的文化 他們在這個希臘之後 在羅馬帝國的時代進到了西方裡面來了 那麼羅馬帝國代進西方的的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是一個神 獨一無二的神 而且這個神是什麼 無限絕對永恆的神 所以事實上他們不是只是代進了一個宗教的信仰而已 而且代進了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就是一個無限的觀念 那你說要神 希臘人也有神 而且還有很多神 對不對 但是如果從某個方面來看 希臘的神只是什麼 能力比人來的強 可是並不是什麼無限永恆 絕對完美的 這些神都有一些缺陷 有他們的個性 對不對 有的好色 有的生氣 說實話跟人沒什麼兩樣 他們只是什麼 力量比較強大的人的那樣的一個 那樣的一個情況而已 對不對 只是那樣的一個情況而已 這些神之間彼此也怎麼樣 也鬥來鬥去 對不對 而且是這麼多的神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進入到一神教 這個進入到這個基督宗教 這個神是一個跟過去希臘羅馬的神話裡面的那樣的神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西方人現在開始面對的是一個無限的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逐漸的進到他們的觀念來 那麼所以在中世紀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的整個藝術開始去發展一個朝向無限 朝向永恆的追求 這種朝向無限跟永恆的追求 跟希臘所給我們看到的那種安詳的 坐落在大地之上的 譬如說一個希臘的神廟 一個希臘的神廟並不很崇高 他整個這個建築像一個神廟的建築 譬如說你在復原裡面看到的那個 他就是什麼 坐落在大地之上 很穩固的坐落在大地之上 這樣的一個建築的形式 然後全部都是什麼 幾何的這個圖形 就是三角形 圓形 方形等等 希臘人這個時候還不會做拱 要到羅馬的時代 他們才開始出現了這個拱的技術 但是他們有什麼平面性的 像競技場那樣的平面性的圓 但是基本上都是什麼 很簡單的 很naive的 幾何的這個圖形 那麼進入了中世紀 我們看到中世紀的典型的建築是什麼 是歌德式的教堂 歌德式的教堂 完全不是這種幾何的圖形 對不對 所以我根本畫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歌德式的建築的特色就是繁複 就是繁複 然後第二個就是高聳 而且他為了要形塑這樣的一種高聳的效果 用了非常多特殊的元素 再加在這個建築物之上 加在這個建築物之上 讓你更加的覺得他高聳 譬如說這個所謂的 他不用伏壁 使用非伏壁 那麼或者他用的 他不用圓拱 他用肩拱 他用肩拱 那麼或者他非常強調那個拱勒 在沿著這個牆壁一直往上 然後到肩拱的頂 這樣的一個拱勒 所形成的線條的效果 讓人在歌德式教堂的裡面 看著這個拱勒的線的延伸的時候 會覺得他好像延伸向無線 這樣的一種感受 所以整座的教堂 然後歌德式的教堂的那個門 你看到他一定什麼 因為他其實非常高 非常高 你想想看 如果非常高又非常的細 非常的這個牆壁非常的扁 那很快就踏下來了對不對 但是他們在蓋一座歌德式教堂的時候 其實是要蓋一座什麼 永恆的教堂 所以一座教堂可以花個一百年 兩百年的時間去蓋它 然後這座教堂在地球上出現 可能甚至超過一千年 因為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 那希臘的建築沒有一座是到現在的 對不對 現在我們看到希臘的建築都是什麼 廢墟 其實都是廢墟 所以到現在其實我們對希臘的建築 還有很多疑問 譬如說從來沒有人看過希臘建築的屋頂 因為屋頂顯然不是用石頭蓋的 因為石頭蓋太重了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希臘的建築一定什麼 就是你走到裡面去裡面是空的 天光直接照進來 很可能那個屋頂是木板做的 但木板撐不了那麼久的 木板撐不了那麼久的 那哥德式的教堂不一樣 它整個都是石頭 整個都是石頭 那麼這樣的一個石頭 如果要蓋得那麼的高 不像是希臘的建築 希臘的建築不需要講求高 對不對 它想要講求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穩定的 平衡的 甚至對稱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不像那個哥德式教堂拔 這個從地上這樣拔起 然後整個要朝向天際 朝向天空 升騰這樣的一種感覺 所以實際上它的牆壁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厚 但是我不能夠讓你看到它牆壁非常的厚 所以我才要用什麼 非伏壁去撐它 如果用伏壁去撐它 它就變得非常的什麼 厚了 如果我用非伏壁你就感覺不出來 因為它像是什麼 非伏壁像是翅膀 它不像是什麼 不像是它的牆壁的一部分 其實它也是牆壁 對不對 但是你就不 你的視覺在看的時候 你就不認為那是牆壁的 這個就是它所要達到的一個效果 然後它的門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有門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什麼 那個牆原來這麼厚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什麼 一層一層的下去 而不是什麼 一下子就一面牆壁 那個牆壁一定是什麼 一層然後再縮進去一層 再縮進去一層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牆壁看起來像是很 細的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些事實上都是 是哥德式教堂的一些元素 這些元素要造成的效果都是崇高的效果 都是要造成一種崇高的效果 所以人在看哥德式教堂的時候 你會被震責 這個跟你去看希臘羅馬的建築 你應該不是被震責 對不對 你感到的是哇 這麼漂亮的一棟房子 對不對 然後這麼四度的一種比例 這樣的一種感受 這跟哥德式教堂的那種感受 都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麼你可以說這兩種不同的感受 來自於兩種不一樣的文化 來自於一個不一樣的文化 一個文化是什麼 是我們所謂的希臘羅馬的文化 它是一個多神論的那樣的一種宗教底下的文化 而另外一種則是來自於這個希伯來的文化 而它是一種一神論的文化 一神論的文化帶進了一個無限的感覺 帶進了一個無限性 帶進了一種無限性 那麼這兩種到了近代開始結合在一起了 所以西方人在這裡面就面對了兩種的 這個審美的這個標準 那麼這個就是美跟崇高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近代 我們看到美跟崇高 或者用不同的字眼 譬如說在康德用美跟崇高 在希臘用naive sentimental 在這個黑格爾就用了古典跟浪漫 這兩個字眼 那麼對黑格爾來講 浪漫的根源其實就是來自於中世紀 你說中世紀看起來 聽起來就非常古老對不對 怎麼會浪漫 你要知道西方人 那個最充滿想像力的那些東西 包括這個王子公主 這個什麼王子去殺龍然後拯救公主 這個都是中世紀想像出來的 這個所有那個最那個的 都是在一個最枯燥的一個時代 人的想像力特別豐富 然後這個想像出非常多的這個東西來 那麼這個事實上是構成了一個浪漫的特色 它跟古典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我們會看到到了尼采 他在悲劇的誕生裡面 他提到了希臘的兩個神奇 一個就是阿波羅 一個就是Dionysus Dionysus 那麼這個Dionysus跟阿波羅有一個非常不同 因為阿波羅本來就是希臘的文藝之神 他的周遭常常有九位的謬師 所以我們當我們在講這個希臘的文藝的 這個代表的時候 我們總是看到畫中間畫一個阿波羅 頭上戴著桂冠 然後阿波羅是什麼 希臘的美男子的典型 那麼他旁邊有九位的這個文藝女神 圍繞在他的四周 圍繞在他的四周 每一個人都拿著一種代表 比如說代表悲劇的那個女神 他可能拿著一個面具 或者諸如此類的 有的拿著樂器 有的拿著什麼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古典 希臘的這個傳統裡面所看到的 但是尼采的悲劇誕生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原來在希臘的神奇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神 甚至有時候你根本就不覺得他是神 因為他不在Olympus山上對不對 他一天到晚都在什麼 人間鬼混 在那邊喝酒啊 什麼像那個中國的技工或者什麼的 然後這個什麼條繫這個女妖啊 這個什麼女什麼什麼 森林裡的女什麼什麼樹精還是合金還是什麼 反正他就是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尼采把這個Dionysus特別的提出來 特別的提出來 因為阿波羅作為一個這個藝術 或者是這個美的代表 這個本來就已經沒什麼問題 可是尼采說還有一個Dionysus 他認為是這兩個神 共同的構成了希臘悲劇的精神 構成了這兩個希臘悲劇的精神 那麼這些我要講的這些是什麼 就是在希臘的這個 在這個西方的這個傳統裡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兩元性 其實早就已經埋伏著了 但是一個有系統的去表述這兩種東西 這個事實上要到康德才算成熟 就是康德才能夠用一種哲學的方式去表述他 因為我們當然也可以在希臘那邊看到他講 naive的詩跟這個sentimental的詩 或者在Lacy那邊看到他用的是這個painting 跟poetry所做的那個 可是缺乏一種能夠非常系統性的一個表達的方式 而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裡面 他完全的就是把崇高跟美相提並論 然後他給了他一個哲學的一個理解 給了他一個哲學的理解 那麼這個哲學的理解 就是所出現的這個崇高這樣的一個概念 一方面當然代表了 我們看到了當時的兩種審美所審出來的東西 這是一個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被康德拿進到他整個哲學系統 作為他這個哲學系統之所用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第五節這邊 所要先談到的一個主題 那麼所以這個主題當然就跟上一節談到的這個美 就形成了一個對比 好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就首先談到的就是希臘 我們剛剛在上課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聽了這個希臘的這個歡樂壽 對 這個演奏 那麼希臘他的東西 其實有很明顯的這樣的一種崇高的特性 而且希臘自己本身 他這個對於美學也有很大的貢獻 那主要的就是這本書 叫做 Uber the Aesthetische Ertion Desmenschen In einer Dyer von Briefen 那麼這本我寫的這個德文在我們的書裡面 有他的這個英文 那麼中文有人就把它翻譯成 翻譯得非常簡單 叫做審美書簡 或者有人翻譯成叫審美教育書簡 那麼這個書一方面他看起來是一個美學的書 因為我們在這本書裡面看到他的這個 這個美學這個字眼 Aesthetisch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本教育學的書 那麼另一方面他也是一本人類學的書 社會學的書 所以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這個文化學的書 他談的就是什麼呢 如何的能夠提升所有的人 如何能夠提升所有的人 那麼這個提升當然就是一種教育 或者說是一種文化上面的一個提升 只有在提升所有的人 讓每個人都什麼 拿掉他的私欲 而留下他的這個普遍性的部分 那麼才能夠達到我們剛剛在這個 歡樂壽那邊所看到的 每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共同性 普遍性徹底的顯露出來 徹底的顯露出來 那麼你事實上可以在希勒的這個戲劇 他的這個作品裡面 都看到他的這樣的一個理想 這樣的一個理想 而且我們可以說這樣的一個理想 當然跟康德哲學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那麼提升這個人 讓人的這個整個普遍性顯露出來 拿掉那個私的部分 而這個什麼留下公的部分 那麼跟人之間的共同 才在這個地方才被顯露出來 而這個貫通性 其實是必須要經由某種的所謂的教育 就是他在這裡面所謂的elteo elteo 這個我們書翻成叫education 它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養育或者是培養 經由這樣的一種培養 來達到這樣的一個世界 那麼所以這樣的一個世界 當然就是一個什麼天下為公的 共同的 這個所有的人都能夠顯露出 他的普遍性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大同的 這樣的境界 這個是在這個希勒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美玉書簡裡面 所要表達的一個想法或一個觀念 所以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他事實上談的是一個非常廣泛的 對我來講那就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我們學校的這個通識教育 或者叫博雅教育 是有一個理想在的 那事實上這個通識或博雅的教育 我說做這個工作的人其實就要讀希勒 因為希勒的理想正是這樣的一種理想 正是這樣的一個理想 不是每個人成為專家 因為成為專家恰恰是什麼 就是你是那個專家 我是這個專家 是大家的不同 對不對 而是一個共同性 而且是這個共同性是一個全面的一個提升 全面的一個提升 那麼這個提升讓我們的普遍性給顯露出來 這個正是希勒他想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才會用書信體的方式 來寫出他在這方面的一個觀念 好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希勒生於1759到1805年 所以他事實上就是只活了四十幾年的時間 那麼這個審美教育書簡是寫於1794年 1794年 那麼也就是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念了不少康德的東西了 那麼所以他當然是受到康德的影響 那麼後面的幾張投影片是希勒的 這個是德國的兩大文學家 這個歌德跟希勒 這個雕像在德國的這個Weimar 威馬 因為18世紀的時候 整個德國的一個文化中心 是在這個德國的東部 一個兩個地方 一個叫Weimar 一個叫耶娜 威馬與耶娜 這兩個城市非常的接近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到威馬去 你當然就順便到耶娜 如果你有機會到耶娜 你順便到威馬 這個離得相當的近 離得相當的近 那麼這個雕像就是 哥德喜樂的一個紀念像 這是他們的兩大 那在這個雕像裡面 喜樂永遠都是年輕的 他一輩子就只活了四十幾歲 所以不管是他的畫像 他的雕像 他永遠都是個年輕的 而且是長得很俊美的這樣的一個男子 那麼哥德因為他活了很久 活了八十幾歲 所以哥德的年紀看起來就比較大 而且事實上哥德的年紀 的確也比這個希勒來得大 所以哥德是比希勒早出生 然後比希勒晚過世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希勒 對不對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個美男子 還留著這個長頭髮 這個是在柏林 柏林的一個 算是音樂廳的前面 希勒的一個雕像 他的下面一樣的有幾個 看起來是代表著 這個文藝方面的 這個女神的那樣的一種塑像 所以這些女神 事實上也都有他們的那個 比較明顯的的是 這邊有一個七弦琴 其他的女神好像也都有拿一些東西 但是有拿這些東西的 通常都代表的都不是實際的人物 而是一個 symbol 比如說代表音樂或者代表什麼 代表某些東西 那這個上面的這個就是希勒 OK 那麼希勒所追求的事實上是一種 人性的提升 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 這個共同性的地方 那麼這樣的一個 humanity的一個提升 那麼這種人性的提升 事實上也就是 每一個人能夠對其他的人 有一種同情跟共感 也就是說 我之所以能夠理解你 我如何能夠理解你 除非那一點上面我跟你是相同的 如果那一點我跟你是不同的 我沒有辦法產生同情 因為我完全無法理解對不對 所以人的那種屬於私人的 獨特的那一面 那一面其實是沒有辦法跟人分享的 能夠跟人分享的 恰好是共同的的那個面向 那個面向 那麼希勒在這方面受到康格很大的影響 這個我們從前面這樣子談下來可以理解到 但是他在另一方面 他也不全然的同意康德 在我們的書裡面 在這個第七十頁的地方 他提到的兩點 我把它很簡單的用中文表述出來 就是第一個 他覺得康德是用實踐的理性 來壓抑感性 那麼對於希勒來講 他之所以會寫這個 這個Asthetic Education 就是他認為感性 事實上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我要提升人性 我覺得不是什麼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什麼 把他的實踐理性 然後壓抑你的什麼 你的感情感覺的部分 不應該是這樣 而是要能夠把你的感性也提升出來 那麼提升到什麼 提升到一種共同的面向 這個是希勒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這方面他並不同意 尤其是康德的這個道德哲學的某些部分 這個道德 康德這個道德哲學就是一種這個理性主義 對不對 他認為說這個人應該按照理性 你的實踐理性 然後如果你的感性 在康德看來感性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私人的部分 那個部分不應該這個按照他來做 那麼這樣的 康德的這樣的一種做法就會很像是什麼 後來的佛洛伊德在講 人有這個所謂的超我的那個部分 然後這個超我 好像用這個超我來壓抑本我 那麼這種壓抑 其實會讓人得精神疾病的對不對 因為你每次說 其實我很想要怎樣 可是呢 我的道德感 我的實踐理性告訴我說不能這樣 那麼我說我就常常要去什麼 壓抑這個東西 那麼在康德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哲學家 其實都覺得康德這方面的看法是有問題的 那麼包括這個希勒在內 或者包括這個黑格爾在內 他們都認為 當你只是用一個實踐理性來壓抑感性 這跟康德所批評的他律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康德說他律就是什麼 就是我其實想做什麼 可是呢 因為爸爸媽媽用他的權威 老師用他的權威 或者這個外在的社會法律 用他的這個懲罰來要我怎麼做對不對 那黑格爾的一個他用哲學的表述就是說 你不能夠把這個權威 只是把他從外面拿到你裡面來 因為當你把他從外面拿到裡面來的時候 你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變成你自己就是 你自己的某一個部分就是那個權威 然後你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被壓抑的那個部分 他說這裡你還是在壓抑 那麼這個就構成了這個黑格爾後來 對康德的這個道德哲學的一個批評 那希勒他在這方面有一個共同的看法 就是他對於人性是一個全面的要求 而不是說人性有些地方 這個就是壞的 然後有些地方就是要被壓抑的 在他看來感性其實是人性很重要的一面 這是他不同意康德的一點 那麼第二點則是他這個不同意康德 把美理解為只是一種形式 這個是我們在前面講到這個和目的性 就是無目的的和目的性的時候我們提到 說康德的這個美學是一種形式主義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讓人產生美感的 實際上只有形式的那一面 而不包含這個內容的一面 那希勒自己本身是寫詩的 他就覺得非常不解 怎麼可能只有形式的那個面向 在他看來 當你在寫詩或者你在寫一個戲劇 寫一個故事的時候 他的內容當然也是一樣的重要的 也是一樣的重要的 那麼對他來講 詩是由形式跟內容共同組成的對不對 所以一個詩人不是什麼 我只要知道詩的形式 我就按照那個形式平平這這平平這這平平這這平 我只是照這個形式 然後隨便篩字進去 然後你就會覺得美 在他看來不應該只是這樣 或者我們上次看到的城市部發展部在線部 好像只要照著這個形式就行 在他看來內容是一樣重要的 美是美就像詩一樣 應該也是一種形式跟內容的結合 所以我們會在書裡面 這個七十頁的這個地方看到 這個他對這個康德的一個批評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希勒他在讀康德的時候 他不是說康德你講的都是對 對 他事實上對康德有所接受 但是他也有所這個排懼 有所批判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這個希勒 他對於康德的一個態度 康德的一個態度 OK 那麼這個這裡 所以這一節的第一段 我們看到其實他談到了很多希勒的一個看法 希勒的一個看法 那麼在這個整個看法裡面 他其實很重視的大概就是這個所謂的人 人之所以為人 這個就是希勒的人類學 他在乎的就是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這事實上也是康德晚年所關心的的一個課題 所關心的一個課題 那麼但是不是一個對他來講 不是只是知道人是怎樣這樣就夠了 那第二個就是怎樣讓人過得更好 怎樣能夠提升人 這是他一個更關心的的一個概念 更關心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個七十頁大概是在上面這段的這個中間 就是七十頁的那個第一節的那個第一段 那個神美教育書簡那本書名下面 下面三行的地方 他說 She wishes his hour to provide humanizing sensitivity towards others and a trumpet call for all humanity Trumpet是什麼 喇叭對不對 Call是什麼 就是一個這個號令對不對 一個集合的號令 那麼這個吹喇叭來號召什麼 所有的人性 讓整個人性這個能夠提升出來 所以這樣的一種教育 當然就不只是一種知識性的教育 相反的要讓人提升 你給他很多知識對不對 你看到很多有拿到什麼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的人 他搞不好那個心靈還是什麼 很卑鄙的對不對 心靈還是很低下的 所以並不是要給予那種專業的知識教育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說為什麼 為什麼希勒的教育是一種通識教育 或者博雅教育 為什麼不是一個專業教育 因為專業教育通常就是什麼 讓你有某方面的知識對不對 可是你有那方面的知識並不代表什麼 你的人性 你的心靈 你的節操 以及你的這個 屬於你的這個人的那個水平的那一面 你也跟著提升了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些人比如說他念法律對不對 法律懂越多 以後就像他什麼 專法律落動專得越多 那麼或者某種規則他知道的越多對不對 然後他就更加的去破壞那個規則 所以事實上他不會是一種專業的知識的教育 而是一種整個人的提升 所以這個教育當然有很多的教育 內容可能是跟什麼美感是有關的 美感是有關的 因為他是一種熏陶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會說這個什麼 學情的孩子不會變壞或者什麼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裡面都有一種什麼 這個人性的一個熏陶 然後呢 在這樣的一個熏陶的過程中 取消掉他的私欲的一面 而把他的一個公共性的一面 或者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個普遍的一面 那個大道的那一面這個顯露出來 這個是希勒所關心的的一個問題 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這個大概是他在談到希勒的時候所說的 那麼從七十頁到七十一頁這裡 他進一步要說的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崇高 那麼如果美跟崇高可以做一個對比的話 那麼用康德的哲學概念來說 美比較像是一個現象的一面 現象的一面 換句話說 當你面對的一個東西 你已經不再看到的只是現象 而根本就是物置身的時候 那個崇高感才會這個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在康德哲學裡面 這個崇高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呢 就是崇高似乎更接近真相 崇高似乎更接近真相 因為崇高不只是停留在那個現象裡面 而是在這個物置身裡面 所以他在這裡面就會用到一些字眼 彷彿他代表的是一個什麼 人性的基底 就面對物置身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看到的是一個那個作為最基底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說法 七十頁最後一個字 他說Sings the object of the judgment of the beautiful is something sublime 那麼他說這個 那個美的判斷的對象 其實是某種崇高的東西 也就是說 崇高的東西 它一旦透過一個現象 讓我們看到的 你覺得它美 那個背後 真正來說 事實上是一種崇高的東西 那麼他說 它是the super sensible 它是一個超感性的 為什麼它是超感性的呢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 事實上無限的東西 是你不可能看得到摸得到的對不對 能夠讓你用你的感官接觸到的東西 一定是有限的 我們活在的這個世界 我們所能夠接觸到的一定是什麼 有限的相對的短暫的等等對不對 然後一定不是完美的對不對 一定是這個相對性的美 相對的這個真相對的善 因為即便比例也是一種相對關係對不對 是這個數值跟另外那個數值的關係 這個才構成比例對不對 所以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其實照理說不應該有崇高 就是我們的感官如果能夠接觸到 大概都不是真正崇高的東西 大概都不是真正崇高的東西 所以崇高的原因是什麼 一定是藏在那種感受的背後 你所感受到那種無限無窮的力量 是那種東西才讓你產生崇高感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super sensible 一個超越感性的substrate 那個作為基底的 作為底層的人性的底層 一個超感性的人性的底層 那麼一個人 One cannot finally understand the beautiful without the supply 他說如果沒有真正有那個 supply 你其實沒有辦法理解美 因為 supply 說穿了 它事實上是美的一個基礎 事實上是一個美的基礎 所以當我們從美那個最表面的東西 再進一步的進去就開始出現崇高 這是康德把這個美跟崇高 就變成了一個有一種深度上的關係 換句話說崇高感 它代表的是一個更深的東西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裡面 這是他首先提到這個崇高這樣的一種特點 那麼最早的崇高的概念 其實西大人就已經提到過了 那麼這個是在Longinus 他曾經寫過一個on the supply 但是那個時候提的崇高意義不很大 就是他並沒有把它跟美形成一個這個對比 那麼崇高真正進入到西方文化 如我們剛剛所說 事實上跟基督宗教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希臘人 他們其實還不太能夠接受無限的概念 所以希臘的數學裡面沒有零 沒有零 因為零不存在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 只要看得到摸得著的東西都不會是零 因為如果零他就沒有長度沒有寬度 那就不存在對不對 所以他一旦存在他就一定什麼 一定有一定是某個數字對不對 所以他的數學裡面沒有零 然後沒有無限 沒有無限 那麼當他們第一次的出現 希臘的數學 希臘的這個畢拉戈拉斯學派 曾經出現三次的數學危機 你說數學幹嘛出現危機對不對 數學只會解不出來哪有什麼危機 他們出現危機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看到無限就嚇到 第一次出現數學危機就是無理數出現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三角形對不對 一邊是三一邊是四對不對 然後算那個斜邊對不對 那個斜邊當然你可以量 那也是某種數字 可是一旦他們知道怎麼去計算斜邊 就發現它是什麼 就發現它是一個這個 那個三四的話是五對不對 就是在兩個 譬如說一比一 然後所形成的斜邊是根號二 那麼根號二真正說來事實上是什麼 小數點是無限的一直下去對不對 這個小數點的無限下去 讓畢拉戈拉斯學派 整個都驚慌失措 怎麼這個世界上 給我這個可以一直無限下去的東西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那麼後來怎麼解決呢 後來用宗教的方式解決 又殺了這個幾千條牛來獻祭 然後結束了他們的第一次的數學危機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個文化 當他還沒有無限的概念的時候 突然出現無限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希臘人他們本來是一個素樸的民族 這個素樸的民族是什麼 坐落在大地之上 他不會去指望死後的世界 我本來就是一個有限的人生 我活到老死 甚至我未成幫犧牲生命 我就死掉了 很正常對不對 所以就好像動物一樣 動物也是很素樸的 他也不會什麼 想著說我有一天會死對不對 只有人才會這樣 有一天會死掉 然後死掉就進入虛無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對不對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開始面對崇高了 但是希臘人不會 就是人本來就是死身有命對不對 人死了就死了 所以孔子也不去講那個死後的東西 也不去講怪力亂神 他是非常非常古典的人 那麼希臘人 其實他本來也是非常古典的 就是不太去設想那些東西 可是西方的文化 基督宗教 帶進來的是一個什麼 把整個希望寄託在彼岸 寄託在一個死後的世界 所以人的眼光現在看的是一個超出了此事 超出了現代世界的這樣的一種眼光 這個眼光讓整個西方人 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 你可以說一個新的氛圍 一個新的對外在世界的感受裡面去 那麼崇高感其實就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面 進到了他們的這個審美的領域裡面來 那麼我們對美可以用很多的字眼去稱呼 這個是我在寫這個投影片的時候 這個隨便寫的 均衡 四度 統一 比例 對稱 和諧 你還可以想更多 這個就是古典的美的一種要求 古典的美的一種要求 那麼崇高則不是這樣 對不對 它是誇張的 過度的 強烈的 抒情的 驚惡的 奇特的 怪異的 巨大的 高雙的 遼闊的 遼闊的 遙遠的以及等等 所以崇高一跟美比起來 那個美就顯得非常單調 就顯得非常單調 為什麼 因為美就是只有這樣一種 相對著崇高有很多種 因為你要誇張有很多誇張法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誇張也可以那樣誇張 你要走極端 對不對 走極端 這個要走中庸之道只有一條 對不對 就是你當一條線段的時候 只有一條線的時候 你要走一條四度的 那麼就是在什麼 兩個極端之間在那邊選擇 對不對 當你在走 比如說你在走一條 這個一條直線的時候 那事實上你就是在那邊尋求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只有一個點 對不對 只有一個點 可是當你要走極端的時候 在一條線上一個極端就 就一條線就有兩個極端 對不對 那麼如果它不是只是一條直線 而是一個平面或者甚至是一個立體的 那有更多的極端可以走 對不對 那個極端的情況就會什麼 有很多 就會有很多 那這個證是什麼 崇高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的面貌 所以它可以表現出來的面貌就變得什麼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當崇高出現再回去看美的時候 就覺得美有一點單調 因為美只有一種 可是醜可以有很多種 這就是我要說的 醜可以有很多種 有各式各樣的醜法 有各式各樣的醜法 所以萬聖節的時候對不對 大家都扮醜 那如果你要扮的是什麼 漂亮的公主 Sorry 漂亮的公主只有一種 只有那一類 但是如果你是要扮各種不同的醜的話 你可以極盡你各種的想像力 去想像那種不一樣的 各式各樣的醜 那麼這個是崇高所顯現出來的 一個更 你可以說讓我們的視野 在藝術上 在審美上 我們會看到一個更廣闊的 這樣的一個視野 所以你可以看到浪漫主義 他們為了要表現他們的浪漫 他們常常什麼 都在氣望著某種不再此時此地的東西 這個你表現在這個 歐洲他們的這個 譬如說繪畫的浪漫主義 你看他們喜歡畫異國情調的東西 為什麼 異國情調就是離歐洲人的生活很遠 對不對 就是越不實際就越浪漫 就會越浪漫 對不對 那個門當戶對 對不對 那個媒素之眼 這個聽起來就是古典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什麼 乞丐與公主 這個就浪漫了 對 因為非常的門不當戶不對 對不對 非常的比例懸殊 那麼他就會構成某種的浪漫 他就構成了某種的浪漫 這個就是兩者的這個 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 兩者很大的不同之處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在七十一月的這個中間這一段 那麼他提到了說這個美跟崇高 就是美呢 他是一種我們之前就看到 康德對他的定義就是他是 Pleasure 對不對 Pleasure without interest 無失去的一種愉悅感 對不對 崇高呢 你會發現崇高有愉悅感 有的 可是呢 他其實首先帶來的是痛苦 帶來的是痛苦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 Pleasure加pain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事實上並不是康德的發明 在之前 英國的一位美學家 這個 這個討論這個崇高的時候 他就提到崇高 有一種痛苦感在 這個痛苦感怎麼產生呢 就是因為他所看到的東西太強烈 太崇高 太偉大 以至於他突然覺得自己 微不足道 自己 非常的渺小 這種感覺其實是不是舒服的感覺 非常 非常的不舒服 對不對 當裡面做浩瀚無垠的宇宙 然後你覺得哇 我才這麼一丁點 突然覺得自己 就是好像毫無價值 或者你在那個 這個遼闊的大海對不對 然後你只剩下這麼微小 隨時可以被海浪所吞沒 這裡你不會產生什麼 某種的Pleasure 事實上你會有一種 很強大的那種痛苦感在裡面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當他在談到這個崇高的時候 他常常使用到的一個字 就是這個豆腐 這個 豆腐如果這個當名詞是諸儒對不對 但是現在他在這裡面都是當作一個 這個動詞來使用 來使用 那麼就是什麼 把它變得像是諸儒一般 變得很小 這個在哪裡呢 比如說在這個七十一頁 那個中間那一段的第三行 他說 他說崇高的經驗是怎麼樣的經驗 他說It is an experience not of harmony and pleasure 他說這個經驗不是一種和諧的經驗 不是一種愉悅的經驗 然後瓜胡說 purposiveness shaped to conclusion without purpose 什麼無目的的和目的性 因為那些都是對美的定義對不對 他說不是這樣 那是什麼經驗呢 but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taken to be so overwhelming 這是什麼 一個過度的 這完全把我什麼吞沒的 那樣的一種強大的東西 that it doves the subject 他呢把這個主體呢變成了諸儒 把主體呢 這個遠遠的蓋過 into a state of all and trembling 讓這個主體呢就是因為他的渺小 而感到什麼 oh 感到敬畏 然後感到發抖 他完全覺得自己 只剩下一丁點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丁點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然後他後面提到 說在這個崇高裡面 他的這種 這種強烈可能有很多方面的 一個可能是什麼 大小 manitude 量方面的 一個是什麼 力量的 就是他不是很大 可是你感受到那個力量之強 所以你完全是什麼 是無力的 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無力的 他說所以呢 他說這個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不管是這個size 或者是power is so great as to doves 他用這個字 to doves the mind 讓你的心靈覺得 我是 我什麼東西都不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even the cognizing imagination 甚至呢 你的什麼人的心靈多麼的偉大 對不對 有一個認知性的想像力 但是在面對這麼強大 不管是大還是強 力量的強 還是這個 這個數量的大 或者是這個大小的大 那麼面對這個的時候 這個我本身變得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他在下面舉了很多的例子 這些例子你可以自己看 然後在看這個什麼 這個廣大無垠的天空 或者在看那個什麼 宇宙中的銀河 或者是在看什麼 這個 那個極光 或者是在看什麼時候 那個時候人都會有一種什麼 自己的無力渺小或者什麼 呈顯在那個面前 而這種感覺 其實最典型的就是在宗教裡面 在人面對著一個無限的 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時候 那麼人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 渺小對不對 我是會死的 我是沒有辦法 比如說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生不生病 或者是這個什麼 這個能不能康復或者什麼 在那時候人會覺得自己 實際上是非常渺小的 那麼在那樣的渺小裡面 他就會什麼 祈求一位這個無限的上帝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設想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面對這樣的一個龐大的東西的時候 他當然就什麼 就有一種pain在那裡面 可是夾雜的這個pain 因為他的那個強大 也會讓你產生某種的pleasure在那裡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 伴隨著愉悅也伴隨著痛苦 這個痛苦與快樂一起出現的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種這個感覺 這個就是sublime 這就是sublime 所以beautiful你可以說很可愛 那個康德說美的東西會讓人愛 可是他說崇高的東西不會讓人愛 而會讓人敬 尊敬的敬 所以在這裡康德用到的兩個感性的名詞 一個是敬 一個是愛 對不對 他說美的東西是讓人愛的 因為它有一個四度的比例 看起來如此的和諧均衡 讓人愛不釋手 讓人喜愛他 可是你面對崇高的東西 你所產生的並不是愛的感覺 因為你會什麼 又 你應該是又愛又胖 對不對 那麼這個事實上就是敬這個字眼 所以我們會對什麼產生尊敬呢 就是這個人如此的強大 如此的厲害 對不對 我跟他相比 我只是個侏儒 我只是個小人 那麼他才真的是一個什麼 偉大的人 這時候我才會什麼 對他產生這樣的一種景仰之情 產生這樣的一種景仰之情 這個是這個崇高跟這個美 兩者的一個對比 兩者的一個對比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他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他談到的 有一個這個看起來是 好像是一個猶太教的一個神職人員 當他進到了這個什麼 這個他的一個神的殿堂裡面去的時候 這個所講的的話 在這個七十葉中間這段的最後這個地方 他說 before thee God before thee就是you 就是神 在神的面前 before thee God I am nothing 我什麼都不是 我什麼都不是 一個有限者 面對一個無限 對不對 我說 當他跟他成為比例的時候 你跟零是一樣的 對不對 任何一個數字 跟無限相比 都變成是零 對不對 所以他說 before thee God but I am nothing I am nothing 他說這個是 say the high priest on the hottest day of the Jewish year Yom Kippur 這個人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提到 這個人當他面對這個神 而且是真實地面對著神的時候 那麼他就怎麼樣 在這個倒數第三方 overcome with humility 他就什麼 完全地被克服了 被什麼 被他的卑微 然後he hits the flow in shame for his sin 然後他想到 神的聖結 跟我 這樣的一個有缺陷的人 我顯得如此的卑下 顯得如此的污秽 所以他就什麼 heats the flow 這個是你在面對一個崇高說 你說我什麼都不是 我是個爛貨 我是個賤人 我是個什麼 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對不對 所以他說 overcome with humanity he hits the flow in shame for his sins 為了他的這個罪 the sins of all 這個所有的罪惡 Beseeching God for another year in which to atone through action 他說 This is a sublime 這就是崇高的感覺 那麼我在想說你們活在現在的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的感性常常什麼 就是被太多的這個知識 知性給充滿了 那人的感性 譬如說你一生至少應該有一些崇高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時候 不過常常碰到就是我要問一些那個同學 就是崇高感 結果他們有崇高感既然常常是在戀愛的時候 就是戀愛帶給他最高的崇高感 這個戀愛有這麼無限嗎 這是令我 也許有啦 浪漫的愛 我們剛剛提到 古典的愛就是什麼 就是媒索之言 就是門當戶對 對 但是當你那個愛 那個強烈到那種地步的時候 也許那真的是一種崇高的這個感受 崇高的感受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崇高的這個 在那樣的一個崇高的感受裡面 其實那個你所面對的東西非常的強烈 OK 那麼我們說用哲學的概念 那個有限跟無限來看的話 這個beautiful是有限的 那麼這個spline是無限的 那無限的東西就是無輪廓的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去認知的 那麼這也是在浪漫主義的畫家 當他們在做繪畫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他怎麼去表達那個浪漫 那種崇高的感覺 他的整個輪廓開始模糊掉了 所以古典的繪畫 這個素描一定是最主要的 所以一定是畫師高相 對不對 可是浪漫他沒有辦法是用素描來表現 事實上他的輪廓 你比如說你看那個delacroix的那個作品 他的整個畫面一定是充滿了動態 然後人其實是模糊的 人影的 你必須要透過這個 因為畢竟一個形象總是是有限的 對不對 他其實是要你透過這個不清晰的形象 模糊的形象而去感受到一個無限的感覺 那麼這個表現在音樂裡面 常常用什麼方式來表達呢 用那種非常強烈的震撼的聲音 所以古典時期的音樂 你可以發現都是比較什麼 比較細緻的 比較小聲的音樂 比如說弦樂 小提琴 是裡面很重要的這個一環 那麼可能再加上木管的樂器 這個在海頓或者是莫扎特那裡 常常看到木管弦樂 這大概是主要的這個使用的樂器 可是到了浪漫時期 銅管樂器跟打擊樂器大量被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大聲 透過大聲產生震撼 對不對 產生讓人不是只是在這個優美的旋律 或者對他來講優美的旋律現在不重要了 所以他甚至要給你什麼 聽不優美的旋律 因為如果你是聽優美旋律 你就留在現象 對不對 你就留在這個樂曲的音符裡 他事實上只是要讓你透過這個音符 而進入到一個無限的世界裡面去 這個對於這個藝術的創作者來講 這是他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這個也是為什麼後來的黑格爾會把這個浪漫 理解為事實上是一個藝術的終結 因為人們其實什麼 開始要透過藝術 可是已經不停留在這個藝術品上面了 因為他要透過這個藝術進入到一個無限的領域 那黑格爾的哲學就是要去表達這個無限的東西 所以這樣子已經什麼 已經超出了藝術 而開始什麼 走向哲學了 已經開始走向哲學了 那麼這一點可能到了這個當代的藝術更加的明顯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代的這個藝術 他甚至是什麼 可以 比如說現在有一些那個請問藝術家的那個說法就是 藝術並不需要有藝術品 藝術並不需要有藝術品 那藝術不需要有藝術品 這非常奇怪的想法對不對 那沒有藝術品我怎麼去欣賞 他說你用講的就好了 你說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那你會開始講講講講說 哇 你果然是藝術家 所以你不用創作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你提出一個理念來 OK 這個理念就是就已經 已經證明了你真的是一個藝術家了 那現在的藝術的創作 就幾乎跟這個科學什麼沒什麼兩樣對不對 那個國科會的就寫一個研究計畫 現在的藝術你要 比如說你要去參加什麼雙年展對不對 你要先寫你的什麼 這個策劃的那個計畫對不對 策劃的計畫寫出來 甚至你也不用做成作品 看你那個計畫說 果然你是個藝術家已經結束了 就到這裡 那麼這個已經什麼 變得跟哲學沒什麼兩樣 因為在這裡面變成你的理念 你要想想看在古典時期哪有什麼理念對不對 事實上所有的藝術的創作都是什麼 一畫再畫 畫的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聖母圖對不對 這個畫家也畫聖母圖 那個畫家也畫聖母圖 大家都在畫一樣的聖母圖 但是每個畫家呈現的是什麼 不同的風格 而且這個風格就表現在作品的上面 但是現在我們所看的這個藝術 並不在什麼 這個他所使用的技巧 而是在他的觀念 就是你有什麼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你的技巧可能不那麼重要對不對 當這個Duchon拿了一個這個小便池 然後說這個叫做噴泉對不對 OK 他做了這件事 你說那我們也可以繼續做對不對 所以我也拿一個他也拿一個 那我的是合成牌的 他的是什麼什麼牌的對不對 沒有用 後面第二個在做這樣的人完全沒有意義了 因為現在重要的是什麼 是idea對不對 是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第一個有這樣觀念的人 OK 你做了 下面的人要什麼 你要有別的創意啊 你要有別的新的觀念 而不是什麼 做相同的事情 所以古典的東西可以什麼 一畫再畫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在中國的國畫裡面 這個什麼畫黃山 那個人也畫黃山 然後他們的風格不一樣 可是在現代的藝術裡面 不是要這樣 現在的藝術是要你的創意 而這個創意來自於你的點子 這個點子是什麼 是你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這種東西 就跟哲學沒什麼太大的差別了 就跟哲學沒太大的差別了 好 那麼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看到 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種情況在71月這裡 我覺得他很特別的把它做了一個比喻 說美學 他這裡的美學我想當然指的就是 比較傳統的美學 那麼美學呢 他所在面對的是這個美 可是他說崇高則是來自於這個宗教 這是在71月最下面這一段的第三行 日第三行 因為他在前面提到那個崇高的經驗就是什麼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強大的力量的那樣的一個面前 這個低頭 他說這個就是崇高的經驗 那麼他說如果美學在一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是對美的一個判斷的話 那麼宗教則是對於這個崇高那樣的一個判斷 而且他在這個談到這個宗教的時候 他提到這個religion是什麼 是It's double and mirror image 是他的一個雙重的印象 是他的一個影像 鏡子裡面所反射出來的影像 換句話說在面對崇高的時候 其實你仿佛什麼 是透過那個影像 而進一步的看到更深的裡面的那樣的一個影像 或者他像是某種反思 經由這種反思 我好像看到了這個物質深 因為我的感官其實只會讓我看到什麼 只會讓我看到現像 但是崇高其實是藉由這個現像 而去反省到這個物質深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他把它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區別 那麼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用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說利與美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比較 那麼你可以說beautiful當然是美 那麼splime它表現的其實不再美了 相反的它常常表現的是稠 但是它常常呈現的是一種什麼 一種利度 一種利的感覺 這種利的感覺是抽象的 我意思說利這種東西沒有辦法什麼 拿出來說這個叫做利對不對 但是如果現在突然有一陣風刮過來 整個薄牙管全部都塌了對不對 我們所有人都掉到了一樓去 那麼強大的那個那樣的一種感受 這個是利對不對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種很抽象的東西 這個是崇高就是跟美的另外的一種對照 那麼這個對照呢 我們的書裡面也提到了就是在七十二頁 七十二頁 你可以在七十二頁的第五行 看到他說他的這個什麼 exalted identification with its power 那樣的一種這個力量 那麼當這個人他面對這樣的一個力量說 他感到的是自己的worthlessness 就是自己的美價值 我面對這樣的力量我算什麼 我算哪根充對不對 我什麼都不是 這個是同樣的一種崇高感的一個展現 所以我用很多的對比 來讓你看這個崇高跟美的的 這樣的一個差異 因為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對照 其實是在的 那這都顯示什麼 單純的一個美 沒有辦法去說明整個廣義的美學 因為廣義的美學 通常就是我們通常一般講到的美 我們想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適當的比例 就是和諧 就是適度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說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些讓人感動的的 當你面對崇高的時候 有時候你覺得美也還好對不對 身是淑女看多了就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那種崇高那種東西 你不會說什麼 看多了就是那樣 因為你被嚇一次 你就怎麼整個人 可能一輩子都在回味這樣的東西 都在回味這樣的東西 那事實上這也就是什麼 浪漫的愛情跟古典的愛情 一個非常大大的不同 因為古典的愛情的情況就是什麼 就是要細水長流對不對 所以兩個人要什麼 慢慢的走 穩穩的走 走一輩子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浪漫的愛是什麼呢 是不要天長地久 只要曾經擁有 他說只要曾經擁有 那不是很短暫嗎 他說對於浪漫而言 就是這個短暫其實就是永恆 所以我只要曾經擁有 是因為這個曾經擁有 我經歷到了對不對 我回味一輩子 或者說我甚至經歷的這個 我死掉都可以了 這個就是什麼 浪漫的愛情 這是浪漫的愛情 他在那個短暫的片刻 那個看起來是有限的東西 其實對他來講那是無限的 那是無限的 所以那個片刻其實就是永恆 其實就是永恆 那相反的你們這種什麼長相失守對不對 也不會就是什麼 失守到 某一天然後老伴就死了對不對 也不過就是這樣 那總是還是一個有限的人生 所以人生為什麼不什麼 就是好好的享受一次對不對 那個浪漫一次 因為那一次就是什麼 你就得到了永恆了 所以從此之後 你的生命就是什麼 那個價值就在這一次那裡面 這個是浪漫的愛情的一種想法 或者是這個 所謂的崇高的這種觀念 崇高的觀念 OK 那麼在七十二頁下面 他提到這個呢 事實上顯示了在十八世紀時期 我們所看到的人 這些不同的文學家 音樂家 甚至政治家 乃至於哲學家 他們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在這裡面提到很多人 我用紅色的部分 把他標誌出來 It is crucial to the power of art that it intertwines the beautiful and the blind 他說這個什麼 就是在這個時期 他們看到就是美根崇高的這個殘兆 他說 This is what she immediately understood understood from Kang 那希勒在讀 康德的這個判斷力批判的時候 他看到的就是這一點 and found his own work as a playwright 就是他是個戲劇家 對不對 it is what the world of Europe heard in Beethoven 就是在貝多芬的音樂裡面 就是我們所聽到的 也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Believe the truth of the young Napoleon 就是拿破崙 對不對 拿破崙那時候代表的 正是這樣的一種 狹帶著一種崇高的特性的 所以事實上 當時的德國 乃至於其他的國家 大家在想像 大家對拿破崙都有一個什麼 憧憬 憧憬這種東西就是不實際的 所以就是浪漫的 就是崇高的 當你什麼 沒有面對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他想像得非常偉大 對不對 簡直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救世主 這個我們世紀的所有的希望 可以把他想像的這樣子 所以貝多芬的這個第三號的交響曲 被稱之為叫英雄交響曲 有些人說 那裡面在寫貝多芬錯了 它裡面事實上在寫的是 如果說要寫一個誰的話 他事實上寫的是希臘神話裡面的 普羅米修斯 但是貝多芬的確在這樣的一個音樂裡面 他寫上了獻給拿破崙 獻給拿破崙 因為什麼 他也對拿破崙抱著完全的憧憬 抱著希望 就是拿破崙帶給整個歐洲 一個新的時代 所以當貝多芬聽到拿破崙 居然跟其他的貴族一樣的 居然在巴黎撐地 你知道他多麼的生氣 據這個貝多芬的學生描述 貝多芬把他的第三號交響曲的手感 重重的摔在地上 然後整個人跳到那上面去 然後一直踩一直踩 因為他整個的希望破滅了 他整個的希望破滅了 就是他面對的這個 原來他也只是個人對不對 也是個貪心的人 想要當皇帝的人 原來也不過就是這樣 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一個人 他懷著一個那樣的一個憧憬或想像 就要像中世紀的人對於彼岸對不對 未來的世界 懷著那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那種崇高感是多麼的強烈 當時他們是這樣的相信著 Young Napoleon Found in the Impatient Writings of Rousseau 那麼盧梭他的這個著作裡面 其實也代表了這樣的一種 充滿了浪漫的 對人類的一種期待或希望 那麼這些大概都是表現在 18世紀的這些不同的人的那裡面 那裡面 那我們書裡面提到 就是說這個 這個拿破崙對不對 他說那個貝多芬這麼的崇拜拿破崙 你可以看在這一段的最後提到 Until Napoleon declared himself emperor and Beethoven withdraw the title in disgust 他寫得非常的輕描淡寫 然後他就什麼 把那個什麼獻給貝多芬 那些後來就充充都塗掉了 就不獻給貝多芬了 因為他根本就不配這個作品 根本就不配這個作品 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在這個時期對於一種崇高的 那樣的一種感受或什麼 而這個事實上構成了一個跟美 相作為對比的兩元的東西 而且我們也在那麼多的 不同的這個文藝 以及哲學的這個作品裡面看到 大家都感受到有這樣的一種差異 在72頁的中間的這一段 那麼這裡面他提到了這個崇高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那麼他在這裡面呢 舉了這個貝多芬的第三號的交響曲 那麼這個第三號的這個交響曲 Eroica 那麼也就是英雄的意思 也就是英雄的意思 那麼在這首交響曲裡面 他一共有這個四個樂章 這個四個moment 那麼他在我這個書裡面 在這個中間這一段的後半段 他提到了這個這首曲子 那因為他描述的 我覺得還滿生動的 因此呢 我就讓大家這個聽一下 他所描述的這一小段 這個第三號的交響曲的第四樂章 是一個變奏曲式 那麼這個變奏曲式的形式 跟我們之前談到的 咒音曲式的形式不太一樣 就是他事實上主要的就只有一個A 沒有B 那麼這個A 然後下一次是A Brown 就是變奏了 然後再下一次是A Double Brown 就是再變奏 再下一次則是A Triple Brown 那這樣子下去 那麼並不限制要幾個變奏 完全看這個作曲家他自己的這個興趣 因為這種情況常常出現 就是這種變奏曲式 常常出現在一首交響曲的最後一個樂章 最後一個樂章 通常他如果不是變奏曲式 大概幾乎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 這個奏名曲式 大概就是奏名曲式了 那通常第一樂章是奏名曲式 那個一首交響曲的短的情況是三個樂章 那麼有時候會增加成為四個樂章 那麼如果是在三個樂章的情況下 這個他通常是這樣 就是那個第一樂章是快版的樂章 然後第二樂章是慢版的樂章 然後第三個樂章是快版的樂章 換句話說快慢快 差不多是這樣 那麼如果是四個樂章的情況 這個第三號則是在這個原來 三個樂章的第二樂章跟第三樂章之間 加進了一段這個比較輕鬆的 這個威脅曲的曲式 或者是小物無曲的曲式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四個樂章的情形 那麼這個貝多芬他至少這個第三號 還算是他很早的一個交響曲 所以他的那個曲式也是 他是一個四月章的 那麼那個第四月章是一個變奏曲式 就是變奏曲式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 他在提到這個的時候 這個他提到就是 我把那個書裡面這段影文 你從書裡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中邊這段的後半段 他提到說 分成 theme and variation 這個 theme 就是它的主題 主題 換句話說 他指的就是 a 然後呢 variation大概就是 這個 a-brown a double-brown a triple-brown 就是一直變奏 這個叫variation 就是它的那個變奏 他說當主題還有這些變奏 這個什麼 come to a hush come to a hush and the theme is heard as a yearning 那麼come to a hush 就是突然的他就什麼 安靜下來 他不是突然安靜下來 而是逐漸的這個沉靜下來 然後很彷彿聽到了一種 聲音 一種追求 一種渴望 這樣的一種聲音 然後他說 the moment is poignant 他說這個時候 這個整個的感覺 是非常 poignant 這個poignant也就是 guide is distressful 這樣的意思 但是他說but also 什麼line 但是你也會感受到一種崇高在 那麼這個崇高像什麼呢 As the heavens have opened and justice has been heard 他說好像天堂的這個大門打開了 然後正義被這個聽到的 然後他說這就是 This is the music of all humanity It's rush of the visionary motion towards an unimaginable, wondrous future 這個是那個 所以他算是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高潮 就是這個會不會變成很高潮 這個會不會再做 他跟著一個小的不少 這個會不會再做 他會不會再做 就算是沒有了 這個會不會再做 這個會不會再做